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全国高超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观破阵 怎么办 今天IC设计好弱啊 怎么跟昨天天朗之别啊 昨天也是涨200多点 但是IC设计很强 可是今天涨240点 跟IC设计就没有关系 怎么会这样 可是大家知道吗 虽然说今天IC设计不强 但是今天我觉得轮动的格局不错 为什么说轮动的格局不错 基本上来讲 你知道的电子股全部都是涨的 车用的有没有涨 有 半导体有没有涨 有 太阳能有没有涨 也有 测用相关的有没有涨 马屋 就连最近 外资杀的手起刀落的 那个银行股 今天也反弹 有没有看到 比较可惜就是昨天最强的IC设计今天就弱了 你看像昨天这个威风店 威风凛凛今天就稍微比较弱一点了 对不对 可能很多同学觉得说 阿斯老师你没准啦 对不对 你报的股票不过每天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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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有这种想法 你要这样想 我在你们人心惶惶的时候 你们还在那边担心的要死 对不对 还正准备要离开市场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们 是不是在一万五千多点开始中央IC设计 我讲的比较直接一点 我早就贪一堆在口袋里等 所以我就算今天股票没有涨 我说真的对我来讲没什么差别 难道你们就觉得IC设计的行情今天就结束了吗 我这边跟大家讲好了 如果IC设计从此就game over了 这个盘就不能做了 我讲的比较直接一点 好 那为什么我又说今天的盘不错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八大类股 就连航运股今天也稍微有撑住了 所以这表示什么 表示就是说现在市场的新兴是慢慢的回复 你看今天的量就两千三百多亿了 虽然说跟昨天比起来 感觉起来我特别强 可是别忘记 今天大盘是直接带一个跳空缺口 往上直接站上这条12日的移动平行线 16190带缺口了 而且今天是补量的 虽然说跟昨天比 昨天是两千零七十三亿 今天大概多了三百亿左右 感觉起来市场的买气没有很强 对 这个我也看得出来 但是就像我昨天有跟他提到的 如果这个盘只涨某个类股 其实也不好 什么都不涨更不好 但是轮动轮涨 你们觉得好不好 当然好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就是说 今天大盘站上12日移动平行线完之后 我告诉大家好了 接下来你们会发生一件事情 不信你们过几天慢慢看 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时候的强势股 就简单的讲 会长跟不会长的 它的区隔会越来越明显 这个论点早上我有跟他提到 所以说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这边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说 首发我们IC设计 抄底大作战大获全胜 我买什么股票应该不用我多讲了 对不对 你们都可能都会背了 亚信金鸿 金燕 巨鸡这一些 对不对 然后再插花做一下 比如说艾普 金星科 还有威风天这一些 我相信基本上IC设计股 我当然不肯一网打进 我没可能这样做股票的 我怎么可能从6415 那一路往下买 没人这样做 但是至少我认为 从我首批的布局来讲的话 目前我得到一个答案 并不是所有的IC设计 它都会大涨 少数会特别的好 但是有部分会开始 呈现比较疲弱 这个时候就是我刚刚要讲的 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布局重点 什么叫第二阶段的布局重点 我先卖个关子 接下来有机会再来跟他聊 可是不管如何 事实证明 我在大盘低连的时候 提醒你们把IC设计 我是不是对的 不管你们设飞标 设中哪一档 事实证明 你不应该没有钱赚 不应该没有钱赚 好 那我们也知道 今天台股会大涨 当然我们要感谢 昨天整个道琼指数 昨天你看 这个也涨得不错 对不对 你看基本上来讲 昨天道琼指数 也是占上12公平均线 但是我不要因为说大盘一天的涨 或一天的大涨大跌 然后我就来给大家画什么特别大的饼 我一直跟他强调 这是一个策略 懂吗 那我先反问大家 我明天大跌300点 那今天讲的就够讲 今天去就买起 所以我今天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今天我们做股票 尤其是现在从底部上去 他其实就像我们在行军一样 对不对 你老奸 你要休息 对不对 你要让阿兵哥停下来吃个饭 你逼着他一路从高雄走过到台北 谁有那么体力 一定是边走 然后边休息 还要边演练 对不对 有时候班长会给你下指令 对不对 单边注意 前面有什么什么什么 会给你下一些 给你下一些状况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 我建议大家且战且走 且战且走 所谓的且战且走 就是说 如果可以买到盘面上 不错的股票 就顺势做 如果你买了股票 表现不如预期 顶多是不加码 就这么简单两个策略 至于你要不要像我一样 锁定IC设计 这个看你自己 这个真的要看你自己 因为今天我这样看起来 其实每个类股里面 都有强子 都有王牌 随便抓几个 你看半导体做常物的 你说这个帆宣 落后有轻薄 跌身反弹 不可否认 你说半导体 你看做常物的 做工程的 你看哪里跌身反弹 你说这个类股里面 没有墙的吗 有啊 还是有 你看在涨了吗 那你说太阳的里面来讲 你看像中美金 对不对 哇 今天也突破极限了 这个之前 我有跟他提醒过 如果你不屑跟我做IC设计 你看像中美金 或者是像家金这一些 你看 都是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安全区 对不对 那你说电动车的概念 你看像哇 这两天滑通 对不对 你看这V转的速度 也是非常的强 谁说没有主流的 还是有 只是说这个时候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那个问题 哇老师按照你这样 买买了 对 你今天看好太阳能也压一点 你今天看好IC设计也压一点 你今天哪怕你看的 航运股也压一点 我跟你讲 你哪有那么多钱可以买 当然如果你资金很多的 你要怎么买 对不对 比如说周老师 我一群没差了 每个类股都问一下导油 我还是会赢 问题是不是每个人身上 都有那么多资金 那怎么办呢 所以要集中火力 当然不是说做单股操作 我知道有些老师 有在收什么单股会员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那毕竟有某种程度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要单股 我们是集中在单一类股 所谓的单一类股 就是所谓的IC设计 那你看按照我的布局 你看亚信这一波 不用嘴嘛 亚信你看 这一波从最低137翻来 那今天最高178 去三成 涨三成 好了你说 你说老师 我不可能买最低卖最高 那好歹你也可以赚个两成吧 对不对 你说金鸿 从121块 涨到今天最高175 涨了45%了 去四成五万 对不对 你说你不可能买最低 也不可能卖最高 那看我的节目 你至少要赚三成有吧 对不对 我没有讲错 你说聚集今天最高来到167块半 168 好了你说你不可能买最低卖最高 去头去尾的话 你看聚集来讲这一波涨了三成 你好歹也要赚个两成嘛 涨最少的经验 涨了两成七 从124到今天最高157 涨了比较少 这是我推荐的股票里面讲算涨比较少的 涨了两成七 好啦 你说没法理买最低卖最高 涨一支掌天板也有吧 如果我刚刚讲完 你告诉你自己 最后是 你说一支那些股票 我没有一支探得到的 然后我只能这么讲 然后整整的讲 要打屁股啦 真的要打屁股了 这几天有人扫码加入会员 就是说问说 老师你上面秀的这个 会不会跟你带的是一样的 其实我说真的啦 我们今天秀抗讯 只是让大家知道 一个操作的逻辑跟模式 我就算今天不秀抗讯 我光测标写在这边 难道你们不能赚钱吗 还是可以嘛 请问一下我几天前就开始写金红的 我几天前就开始写亚信的 你说金豪科斯这两天才写 那就算了 更早之前聚机天天写 更早之前经验没有写 所以按照我在节目上测标上的逻辑来讲的话 你设飞标应该也会多多少少有赚 但是如果说你发现到你赚的没有我多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跟上我的脚步 加入会员还是比较划算的啦 所以我们这一次超级大作战会持续的推出 但是我今天先跟他预告一下 就说因为今天大盘已经站上12栗栋平均线了 所以接下来整个大盘的主流强弱股 它会开始出现一个分歧 而这个分歧我过几天再慢慢来告诉大家 它会产生一些什么微妙的变化 它一定会变化的 不可能雨露均沾的 我先跟他讲 大盘不可能雨露均沾 你不要想说昨天涨200点今天涨200点 好像所有的股票都会涨 我告诉大家好了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它慢慢慢慢的一定会分散 因为股票涨多了之后价格变贵之后 主力它在操作上来讲它成本增加 所以它不可能在一网打进的方式去拉 所以它一定会开始干嘛 涨多了开始调节 跌升了开始布局 所以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些调整 持股上的一些调整的变化 有点复杂 我有机会再跟他聊好了好不好 反正总而言之也应该总之 今天这节目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 这个行情还是真的挺不错的 但是在我的看法里面 主角它其实并没有改变 并不会因为今天 哇我们看到太阳能长了 哇快点明天来看太阳能 并不会因为今天某些半导体的歌舞长了 快点明天来熬半导体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稍微去挑选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唐伯虎点秋香 如果你注意看 对不对 他不是四大才子到庙里面去要找秋香吗 结果他们喊秋香的时候秋香一回头 唐伯虎不是说 还好嘛没有特别漂亮 可是这个时候一喊美女的时候 来你看 哇每一转过头来 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时候就可以凸显 哇其实秋香还是最漂亮的 当然这是电影的情节 但是不可否认的 红花也是需要绿叶衬托 它才能够凸显它红花的美 所以我透过这张图 我是要告诉大家 没看过这个电影可以去看 因为地视台常常爱重播 不可否认的 IC设计还是主流 我不会因为它今天稍微弱一点点 打个喷嚏感觉起来说 哎呀快点我们明天知道 快来做白行 不要这样子 我觉得做到IC设计涨不动了 我相信IC设计涨不动了 其他大概也不太会涨了 那可是不可否认的 今天如果只靠IC设计来拉台大盘 感觉起来相形不是很有利 所以你看今天面板有没有涨 有 今天半导体相关有没有涨 也有 太阳能有没有动 也有 车用的相关 今天也不错 你看就连外资杀了 血流成河的银行股 今天也止跌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就是说 今天一个所谓的良性的多头格局 不能只靠单一主流来推升 可是如果今天整个盘面 开始有很多类股轮流动 轮流涨的话 基本上来讲 我反正是大家高兴 真的 特别是等解套的人 我反正替你们高兴 为什么 因为很有可能 你在一万七千点套牢的人 基本上有机会解套 那为什么一万八的人没机会呢 这当然是有玄机的 到时候再跟大家讲 但是如果说你不小心 当在一万七千点套牢的人 我反正可以事先的恭喜你们 你们应该是有机会可以解套 那当然我们必须去证实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这个盘 那好吧 那按照我刚刚的讲法 每个类股都有在动 那周老师你那个IC设计 对吧 我不想跟你做IC设计 难道我压其他的不行吗 我告诉大家好了 芊菜萝卜各有所好 就好比说到现在 还有人坚守在航运股 你不问你 你要我说什么 对不对 就好比说现在还有人扛着钢铁骨 打死不停损 那我问你 那我也没办法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但是如果你今天问我的话 我这个 我只能说从善如流 大家懂个意思吗 什么叫从善如流 哪边钱好赚 你叫往哪边去吗 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央行在炒房的时候 在打击这个炒房的时候 很多北部客根本没办法炒 他们全部把资金转到 比如说不是千两年 你看是不是都把资金转到哪里 高雄台南 因为他们放到台中也变贵了 但是因为台积电要在台中 要在台南设厂 要在高雄设厂 所以你看 这些人就赶紧把台北的资金抽掉 往南部去 很简单的道理 哪边有钱赚 他们一定是 你要想一间房子动辄百万千万 跟你买一张股票就几万块 那种概念是不一样的 我磨动这么大的资金 难不成我拿去打水漂吗 没可能 我一定是动用了我这几千万的资金 到高雄炒一炒 炒完高雄 台积电南科也要动了 我快点再去炒一下 那个新市那边的不动产 意思是一样 表示说这些人的资金是很有效率的 那我们做股票的做法是不是一样 要有效率 可是我们的效率不能 昨天涨了今天休息就把它打坏掉 不能这么做 你不可能 人家住高雄今天随便住台北吧 然后看花蓮在那边下雨 又迁到花蓮去吧 没人这样做的嘛 对吧 你这种牵法 我看你那货真事物 我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病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概念 就是说只要这个趋势 这个主流没有被打坏掉之前 就要比如说这张图 对不对 只要女主角没有被换掉 这出戏还是要把它演完的 大家懂这个道理吧 你不能中途换女主角 那这个戏你要想嘛 中间换一个女主角 你看那个导演 那付出的成本有多大 大家懂这个逻辑的 所以我认为IC设计这出戏 还是会走完的 只是说今天稍微休息 让别人先涨 我跟你讲 明天肯定结局又不太一样 你信不信 今天涨的明天不一定会涨 但是今天没有涨的 说不定明天会涨 它就是一种轮动 你只要抓好这个脉动 我告诉大家好了 做价差一点都不难的 一点都不难的 好了 那我们先要准备进广告了 回来之后来跟大家聊聊 做价差的好处有什么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新五月天 感恩大回馈 课程度过周老师 重压IC设计股大获全胜 今天入会 只要五万八千八 倒数两天 千万难得尽情把握 需要再现 0227525868 2725868 城东斗铺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 5868 欢迎新五月天 感恩大回馈 课程度过周老师 重压IC设计股大获全胜 今天入会 只要五万八千八 倒数两天 千万难得尽情把握 稍后再见 0227525868 2725868 阿公确诊了失肢症 这是我们感受 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 才会让我们更清楚 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好 我这边要纠正很多头 这边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所谓的做价差 对 你可以把它解读 就是在做短线 但是我这边要告诉大家 做价差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把你的获利给扩大 获利给扩大 当然除了扩大获利之外 第一个 逢低买进还是可以保有波段的获利 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如何保有波段的获利 你看 聚集 我们在低档买的到目前为止 在161块出清 是不是做一个小波段 大概332块的价差 没错吧 可是如果你报到今天 好 抓事我不想卖 130我决定看到你讲的目标180 那是不是5万块的价差 所以因为你在逢低有买 那如果你中间这些你完全不做 你也不想做现股当冲 你也不想做当冲的话 也没关系 一路报到我全力出清 把它喊出 我相信做一个波段它还是有办法的 这个就是逢低买进 也可以保有波段的获利 那当然累计价差是更好 那么结合短线的价差或当冲 可以提高获利 这就是重点 你看以聚集来讲 如果我中间这边都不做 我也不做当冲 我也不做现股冲的话 129 130买进 161块出清 赚32块的价差 就这么样子 可是如果你连同这些价差加起来的话 你看这边有将近60块的价差 所以你看差了多少 差了一倍 那你说要不要做价差 要不要做价差 因为报酬率不一样 再来可以规避盘势 剧烈震荡的不确定性 你看 当初我在节目上喊聚集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不是4月27号 我们这边开始 你看我在节目上推荐的第一档股票 就是聚集 21号就开始推荐 可是21号的时候 大家知道那时候大盘 不好意思 那时候大盘并不好 还在往下跌 一直到我4月27号开始买进聚集 你看后面的大盘还跌了1000点 你看到那天大盘最低是多少 16219 后来还跌到多少 15616 还跌了快1000点 你说你股票你敢买的吗 你买得下去吗 可是如果只要买对股票 不好意思 我们27号刚才是买到聚集的最低点 可是如果你今天看大盘的话 不好意思 你还要忍受第一千点 这就是买对主流跟买错主流最大的差别 这样有了解吗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透过做价差的好处 当然可以避开大盘的震荡的不确定性 所以你看那只要买对股票 基本上来讲还是可以避开的 再来已经获利的价差 也可以用来降低套牢的成本 我打个比方好了 假设你真的很衰 我刚好衰也衰 刚好就是套牢聚集在高点 阿兹阿兹我真的很倒霉 我就是套牢250块好了 假设真的很倒霉 你真的套牢250块好了 那你去想 你这一波以来如果跟着我做聚集 已经赚了71块的价差 那你套牢250的成本 请问一下还是250吗 不可能吧 你成本已经剩180了吧 因为你可以拿已经赚到的钱 去填补你的亏损 所以你看等到哪天聚集 涨到180的时候 你是完全全身而退 请问一下你有亏吗 那当然你也可以拿聚集赚的 去填补其他的股票 也可以 比如说你有套其他的 什么天狱那些很多都套牢 对不对 你要拿这笔赚的去贴补那一笔 我也没意见 这是决定权在你自己身上 再来也是我常在讲的 做一下短线可以增加炒股票的乐趣 很多投资朋友会想说周老师 我就在单解套 你跟我说乐趣 是啊我也知道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还是在等着解套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在等解套的过程之中 透过这种价差交易 对不对 可以提振一下你稍微做短线上的信心吧 也不错啊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现在还是郁郁寡欢 对不对 看到今天大盘大涨240点 其实我说真的啦 很多人看到今天大涨240点 他不一定笑得出来 这个我可以理解 因为你套到1万7的 就算今天涨到1万2千 大盘今天最高多少 到1.6 3.16 对不对 距离你买在1万7 还差了700多点 你那笑得出来 你肯定笑不出来了嘛 但是我觉得 即使现在你在等解套 也不要忽略了做股票的什么 乐趣嘛 透过这种价差交易 你看不管今天聚集也好 对不对 或者是惊鸿也罢 有没有看到 我今天不是要跟他训练 到底能赚多少 不是的 我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股票是死的 人是活的 你怎么把一档股票 从低档做到高档 对不对 除了赚到你该赚的之外 还可以增加点什么 经验的累积 也就是所谓的乐趣 我觉得这很多投资人 很少去思考的 这样懂吧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今天 利用点时间来告诉大家 做价差的好处 其实非常的多 除了我所列举的这五样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的啦 但是这个并不是在 我今天要跟他讲的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在于说 行情来了 亲爱的你们要把握 只要在肋骨轮动轮掌 的这个架构之下 没有整个被破坏掉之前 我相信我们的最佳女主角 或最佳男主角的IC设计 他绝对会是盘面上的主人 这一点 我不会去改变我任何的看法 还是很坚定的告诉大家 IC设计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们目前以现阶段来讲 对不对 等到大盘 我先不跟他预设说 到底大盘会到哪里 至少我认为 在大盘还没有到达 一个满足点之前 IC设计你绝对不能放过 所以请大家好好把握 倒数两天 尽快跟上周老师的脚步 我相信 我在节目上所公开的 每一档IC设计的股票 都是经得起大家的考验的 跟着周老师有没有肉吃 跟着周老师有没有汤喝 我相信大家了然于心 不用我够讲了 尽快跟上周老师的脚步 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 非常欢迎跟我们 线上的助理进行联系 节目最后 遇到所有投资配合操作 顺利我们明天见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温馨五月天 感恩大回馈 和城东斗铺周老师 重压IC设计股大获全胜 今天入会只要五万八千八 倒数两天 千万难得尽情把握 刷在线零二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五八六八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名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值得托付 零二二七五二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五八六八 大家好 我是陈淑芳 今年83岁已经打完第三剂 COVID-19疫苗 打疫苗前要吃饱睡饱 最